你们看看我这个大铁锅烙出来的小发面饼咋样 又炫又软还是起成的呢 快两小碗慢慢的白面哦 今天给春哥烙个小发面饼吃 矿泉水瓶那样的一小瓶盖酵母 一小瓶盖泡打粉 再来一点点白糖 用哪个碗快面呢就用哪个碗盛水 两碗面一碗水 水澡啊就再添点 温水和面或软和一点就行 盖上保鲜膜醒发一个小时 不用醒发的时间太长 春哥上班还没回来呢 走时候告诉我 那天炖的干豆腐海带片挺好吃 这玩意咱家也有 人家点菜咱就安排呗 面发好了给它揉吧揉吧 用擀面杖擀成大包片 我今天也不知道是咋想的 有大擀面杖不用吧 非用小的 你们说我脑袋是不是缺根弦 少放点白面 再放点豆油调个油酥 都和的差不多了 我又寻思葱哥愿意吃油盐的 又放了点咸盐和四三香 给它做个油盐口味的 葱哥只定能高兴啊 油酥这玩意吧 少了咱们可以再调啊 多了就浪费了 你们说是不是 捲好的面再下成差不多大的小剂子 两边封口捏住 省得油酥露出来 像包包子似的捏紧 按成饼就行了 给春哥包了五个油盐的 我愿意吃糖馅的 用白面和白糖又调了个糖馅 我再包五个糖馅的自己吃 这不就不偏不像 正正好好了吗 小发面饼烙好了 哪个口味的 咱都能尝尝啊 人靠衣服 马靠鞍呢 我再给小发面饼捣上捣上 中间刷点水 放点黑芝麻 别管它好不好吃吧 瞅着也带劲呢 小发面饼别感觉太薄 厚个打的 那才喧唬呢 擀好的小饼啊 再醒发二十分钟 等着烙出来呀 你就瞧好吧 今天这个大顿菜 我可没少整啊 汤也没少添 俺俩指定是吃不了 那也没事 吃不了 留着下顿 给春哥泡大米饭吃呗 锅里边刷点油 四个小饼往锅底一拍 来回再翻个个 可得看住火啊 可别整糊了 反过来再刷一层油 多刷点油 我觉得烙饼啊 还得用豆油 颜色好看吧 还好吃 这第一锅呀 小发面饼烙好了 咋样 你们想不想吃啊 你再看看第二锅啊 也好了 这小颜色 是不是挺好看 我白开一看呢 又几成又悬我 叔叔干活回来 指定得渴呀 我又熬了点小茶子粥 吸的溜的 吃小发面饼正好啊 饭做好了 春哥也下班了 我说你尝尝我烙的小发面饼 咋样 好不好吃啊 吃过把糖分照 吃啊 嗯 再少两口 好不好吃啊 嗯 细圈 超吃的要吃啊 可鲜了啊 好吃 这鞋王啊 嗯 今天这饼烙的 成功吧 成功 不错 以后就烙这饼 这饼不烙 你先吃这饼啊 嗯 为啥呢 吸血儿的多好 还剩劲儿 不要吃 你尝尝这有点 这是有点 我说有点味 嗯 好不好吃啊 吸血儿 香吧 是吗 这饼烙比喻 汤好吃 是吗 嗯 你这不愿意吃汤的 这一层一层的 好吃 都是一层一层的 这也是一层一层的 这是一层一层的 如果都一层一层的 我这儿了 都是一层一层的 你要愿意吃下次我还给你们烙 来 干了一层 干嘛呀 干大饼肉 嗯 煎的面吗你 身体不好 这也是要你给摆了 所以摆了呢 要有精神性好 你那给我煎的 今天就不好 嗯 我的甜蜜 是你 是你 是你